《醫療沙白醫院急症室醫生》林家俊作公稱 死者於2月28日凌晨自行到醫院求診 他當時稱持續數月的氣速問題突然惡化 林家俊指死者當時呼吸急速 心跳及血壓均高於正常 兩邊肺有雜音 需要氧氣協助呼吸 照射X光後發現死者 兩邊肺朦朧 有鬥性深薄過快 懷疑死者有急性肺腫或肢氣管炎 其後安排緊急入住內科病房 林家俊表示 死者當日不似有嚴重過敏反應 相信情況可能與其心臟問題有關 由馬底蔡馬會普通科門診醫生 盧坤兒作公時表示 他在去年6月首次會診死者 指死者一直有三膏、糖尿病等問題 也是嚴重吸煙者 每天吸三包煙 死者在今年2月3日曾復診 並表示自己不時有心口痛 加上死者的血壓和糖尿控制不好 當時為他檢查後懷疑是穩定型的心搞痛 建議盡早轉介到專科診所 進一步檢查是否有關心病 盧坤兒又表示 會否建議病人接種疫苗 要視乎他們的情況 如敏感、病情的控制程度等 一般而言 如果長期病患者的病情控制不好 接種疫苗也未必恰當